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我們資大商學院的教授這樣 他在上課的時候他就講 他就說其實Moral does not change people's behavior 道德不會改變人的行為 價格才會 but price does 那什麼是價格 價格其實就是經濟學家認為 這整個社會最重要的 提供你誘因結構的一個 一個signal 你看了價格 價格高你就知道 這個社會怎樣 好 這個東西這個社會好多人想要 然後做他有點困難 價格低你就知道反過來 那你自己就可以看著辦 知道該怎麼做 好 所以這個是前面四個chapter 前面四個這個principle 好 那第五到七個principle呢 基本上討論的是人們之間如何互動 那既然講到互動就一定不只一個人 就是一群人 好 那一群人這個 我們就可以把它叫做an economy 一個經濟體系 那經濟體系當然就是一群人 相互之間的互動 好 那接著下來的三個principle 就是在講 體系在互動的過程當中 會有哪一些東西是 大概是我們可以接受 這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好 那principle number five trade can make everyone better off 貿易會讓大家都變得更好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非常標準的什麼 就是你會從 你會先從這個otaki 也就是說自給自足的體系 然後你去推導說 我現在從自給自足變成兩個國家 可以相互貿易 那這個結果會是什麼 那禮拜一的時候 第三章已經講過了嘛 那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標準的 比較利益法則 會得到的結果 好 那到最後是 經透過 透過specialization跟trade 雙方都會better off OK 所以這個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可以get a better price abroad for goods they produce 你生產出來的東西 賣到國外 價格會比較好 那你也可以以 反過來講 你也可以以比較便宜的價格 從國外買到一樣的東西 那這裡trade的其實是 就 機器學原理大概一開始就會 會先講比較利益法則嘛 那 那但是問題是這樣啦 問題是說到後面我們畫那一個 consumer surplus producer surplus的時候 會對這個問題做一個比較深刻的討論 但是大家一般來講 也是會認為說在trade的過程裡面 比如說在現實世界的情況可能是我從美國買進便宜的稻米 那這一個昆兵博可能就怎樣 米就賣不出去 因為對方的米就是比較便宜 如果品質又一樣的話 所以相互貿易的時候會有一些就是特定的group 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但是至少 但是至少 overall來講 那一個benefit是會增加的 為什麼 因為當你 就是說如果你的生意就因此全部都沒了 那你當然生意很大聲 可是對於廣大的消費者來說 他很可能本來花5塊錢可以買一碗飯 現在3塊錢就買得到 所以每一個人事實上是都獲得一些微小的好處 你把這些微小的好處加總起來 數學上你會發現 他一定比損失的部分還要來得大 那如果數學上這個結果是成立的話 那下一個問題就只能變成說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identify winner跟loser 然後去做一個這個 所謂的現代福利國家 應該要做的儲值 好 所以這是第五個 那第六個的話呢 基本上 Main Q是說 Markets are usually a good way to organize economic activity 市場通常是一個組織經濟活動的一個好辦法 那市場是什麼呢 是一群買家跟一群賣家結合起來 然後互相就說價格是多少 我要買多少 我要賣多少 然後最後成交了多少數量 然後價格是多少 那麼他們不一定要面對面 online在這個 他們可能可以面對面 在公館 在捷運站裡面都可以 那也可以online直接 從什麼淘寶網買 還從eBay買都可以 所以市場是把買家跟賣家 結合起來的地方 那組織經濟活動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你要決定 你要生產什麼東西 你要生產蘋果還是橘子 還是扭凍飯 那你要如何生產 你要用很多化學肥料 然後用很少的人工還是反過來 那你要生產 各要生產多少個 好 以及最後呢 誰吃到這個牛丼飯 誰吃到這些蘋果 那麼economic activity 通常就是包含了這一些 what how how much跟who 那在以前的所謂的 command economy 或tribe economy 那就是誰決定 習俗決定嘛 或者是誰決定 酋長決定嘛 酋長說打回來的豬 全部都給我 就豬頭給其他人 然後我說傳統習俗說 比如說這個射中 第一件射中的勇士 可以得到兩條後腿什麼的 OK 好 那但是在現代經濟體系裡面呢 在現代經濟體系裡面 大部分的時候 這幾個w是由市場決定 那由市場決定的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大家看著價格 來決定大家要生產多少 或者是要買多少 所以市場決定指的就是 透過價格作為一個signal的mechanism 透過價格作為一個傳訊的機制 然後來分配資源 所以他我們講價格 那個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 我們講價格機能price mechanism 其實講的是一樣的事情 就是透過那個單一的那一個訊號 也就是現在市場上一個蘋果多少錢 透過這個東西傳達訊息給市場上所有的人知道 目前這個蘋果在市場上所接收到的狀況是怎樣 是有很多人喜歡呢 還是很少人喜歡 很容易製造呢 還是很難製造 然後這個interact的結果就得到了這個 就可以把資源分配下去 那資源分配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像剛好我最近 我去年在MIT的時候剛好認識 MIT一個非常厲害的經濟學家叫 叫叫Daron Asimoglu 這是一個土耳其人 A...G... 然後他跟Harvard一個叫做James Robinson 他們兩個人 好 他們兩個人合寫了一本書叫做Y 然後來 Nations fail 那據說 據說這個中南海的人都在看 然後他們把他翻成國敗論 然後我跟 我跟他們兩個講 他們兩個都快笑翻了 就是說怎麼翻的 有這麼厲害嗎這樣 因為就是跟國敷論對戰嘛 是不是 那這本書 我們台灣也有中文翻譯啦 那一樣我最喜歡的部分就是敘那個部分 這樣 好 那我們好像翻成為什麼國家會失敗的 那他裡面開宗民意他就講 他就說 一個國家之所以會犧牲 所以會沒落 其實是取決於 這個國家組織自己 分配資源的方式 如果他可以省舵時事 然後做出一個好的 這一個反應的話 可以更有效率的組織自己 然後來分配資源的話 那他就會一路怎樣 興盛下去 那如果他不行 他就會衰亡 那當然整本書就是圍繞的這個 這個 idea去開展這樣 那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買來看一看 那或者是說 如果你們第一次其中考 成績考得很高的話 那也有機會得到這本書作為獎品 那我們會在下學期討論這個經濟成長的時候 再把這本書拿出來仔細的再看一遍 但是至少你必須要理解的是說 整個社會如何 就是如何組織社會的資源 的生產資源 然後要生產什麼東西加以分配 這個就是所有社會問題的核心 那當然我們會想要問的是 那用什麼方式 是所有人都拿一樣的錢嗎 像馬克思這樣說的嗎 還是是就是皇上說什麼 大家就乖乖聽話就好了 每個人都是奴才 還是是 我們用一個market economy 就看這個價格的高低 那看價格的高低 那如果窮人都買不起怎麼辦呢 那除了佔領華爾街 他們還能做什麼呢 所以這邊當然每一個系統都有它的問題 那這也是我們 我們在這堂課或許 有時間我大概可以再跟各位多談一談 那但是至少當我們現在討論所謂的market economy的時候 我們就回到最早把這一件事 把這個insight把它很完整的寫下來的人 那當然也就是我們的祖師爺 Adam Smith 思密先生 然後他寫的這本書叫 The Wealth of Nations 國富論 那他就認為在裡面他就認為 他就一直去想這個問題 就是說那到底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來組織我們社會的資源 那他認為最好的方式 其實還是market economy 那這個情況是什麼情況呢 是market economy指的是說 這些household家戶 就是 這是在那個時候用的詞 那現在經濟學大概也有人這樣用 或household或是individual都可以 看你認為你決策的單位是什麼呢 每一個household跟每一個廠商 在市場經濟的情況之下 都好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導引著 這是看不見的手指的就是什麼 市場的價格 沒有人 不需要有人告訴你 你現在要生產10個蘋果 你現在要吃5個蘋果不需要 你只要看著那個價格 種蘋果的人就知道要怎麼種 買蘋果的人就知道要怎麼買 所以這是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而且更神奇的事情是 Smith認為 雖然大家看起來 就是以一個自立的方式 藉由這個invisible hand去分配資源 可是到最後整個社會所達成的結果 確實是可以promote general economic well-being 是可以怎樣 讓整個社會的整體的福利提升 那這個invisible hand他基本上就是從所謂的prior system下去work OK 好 那價格 或是我們可以這樣講 就是看不見的手其實就是什麼 價格機能 在後面這樣推你看不到 其實就是價格機能 所以 基地學家常常會有一個冷笑話是說 這個千萬不要跟經濟學家打架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看不見的手 OK 好 那這個看不見的手是透過價格機能來運行 那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就是說 你今天市場上對這個產品有一個價格 送出一個signal出來 這個signal一旦送出來 買方跟賣方就會透過這個 看著這個signal開始去做一些動作 那如果這個signal出來的動作是 這個對賣方來講是這個 這個我賣一定不行啦 會虧錢啦 可是對買方來講覺得說 哇 這個好便宜 那市場的運作的機制 就會讓這個東西的價格怎樣 往上走 對不對 那他就慢慢send出一個signal 就是說要多 既然價格提高了 那就代表我們可以多一點的人進來生產 然後呢 價格提高就有會有些人覺得說 那我還是不要買這個好 我去買別的東西 那透過這一個 大家的買方跟賣方之間相互的互動 去改變這個價格 去改變這個signal 然後慢慢的去調整 然後最後整個社會就會發現說 那這個signal調整到這裡的時候 要買的人跟要賣的人怎麼樣 差不多可以match 那這個就達到一個所謂的均衡的狀態 那對於Smith來講 他認為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這樣子的一個分配資源的做法 其實是一件 是一個就是 最後可以讓整個社會福利打到最大 那在這個體系之下呢 每一個價格都反映了 都反映了什麼 反映了買方對這個產品的評價 以及同時也反映了 賣方對生產這個產品的什麼 成本 你很難想像就是一個單一的這個signal 就小小就只是告訴你說 筆電一台2萬5 那裡面藏了這麼多玄機 OK 但是這不是 國富論最大的貢獻 國富論最大的貢獻是用很多文字 然後去推論說 這個乍看之下 每一個人在說 我到底要買多少 看著市場價格說要買多少賣多少 這其實乍看之下是一個自立的行為 可是當大家這樣子去做 好醜廠商這樣子去做的時候 在很多情況之下 反而會達到整個社會福利的極大化 那既然Adam Smith是我們的祖師爺 那我們當然可能要稍微來簡單介紹一下這個人 他好像是 他是蘇格蘭人 然後終生都沒有結婚這樣 然後聽說是一個 宅宅啦 然後每天就是固定也會去散步 可是散步就常常 譬如說走在路上 那衛兵跟他敬禮 他會拿著他的拐杖 就跟衛兵在那邊 在那邊回來回去這樣 弄很久 然後又做武騎士又繼續走這樣 就是這樣一個怪人這樣 可是他在走路的過程當中 其實都一直在思考 就是說他這個書要怎麼寫這樣 所以那個時代的哲學家大概都是這樣子 好 那他是1723年在蘇格蘭生的 那他的Masterpiece當然就是這一個 國父論嘛 然後是1776年發表 那1776年剛好其實也是美國革命那一年 所以你可以發 有一本書叫蘇格蘭人改變的世界 那他其實是在講說在那個啟蒙 在那個英國在那個時候 在蘇格蘭有一群哲學家 事實上是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比如像David Hume 或者像Adam Smith 那這一個國父論裡面講的 這個看不見的手 這個市場機能 事實上是一個在哲學上 把整個社會權力的分配 資源的分配 去把它推向 就是說當我們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要從每一個每一個 個人的選擇來想 而不是一個偉大的上帝 或者是皇帝 或者是偉大的領導者說來 大家就聽我的話 你就這樣這樣這樣就對了 是一個把 把這個整個政治權力 或者資源分配的權力 作為一個大翻轉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大概不能講起點 因為在之前已經有了 但是在這個年代 大概在這個年代 大概就是一個極大成的 就是他已經成熟到 足以有社會願意去 take這個idea 那率先take這個idea 而且take還不錯的 是誰 美國嘛 所以美國革命 其實在講的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以前講軍權神獸 這個國王說什麼就是什麼 我們才不管你 我們就把你的船燒了 把你的這個茶啊什麼 全部都燒了對不對 那你打死我們 我們去抗議 你打死我們兩個人 三個人 我們就說這個是波士頓大屠殺 我們就要跟你拼命了 因為每一個individual都很重要 我去年在MIT訪問嘛 然後當然就到處跑 然後就去他們的這個歷史博物館 然後走進去就Boston Massacre 然後他們就Oh Massacre 趕快去看看 結果我兒子一看說 三個人還四個人死掉 他說為什麼這個在這裡會叫Massacre 我說對啊 因為如果在中國這個就隨便啦 三百個四百個三千個四千個 也是他也不care嘛 但是在十七世紀的時候 十六世紀、十七世紀的時候 在美國十三個人就很嚴重 大家就要跟你拼命 所以1776年有國富論 有美國革命 那時候中國是誰 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在幹嘛 下江南調戲民旅嘛 是不是 所以整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地區 或是兩個帝國 在那個時候 開始走向不一樣的道路 那這個不一樣的道路 其中最根本的不同 就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 Wine Nations Fair裡面說的 組織自己社會生產 並且分配資源的方式 有了一個革命性的改變 那透過每一年 每一年非常簡單的複利法則 三百年之後 你就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兩個地方 這是我們在經濟成長 在下學期的經濟成長那邊 我們會把圖畫出來 你就大家大概就非常清楚 那所以Adam Smith在 這個國富論裡面 他其實除了談到這個 invisible hand 談到價格機能之外 他其實也有問一個問題是什麼 是為什麼有些國家 就比其他國家富裕 當時他就開始在問這個問題 那如果你在中國問這個問題 乾隆皇帝問 請問這個 為什麼我們這個國家 這麼富強 這麼富術這樣 紀小蘭會說什麼 老頭怎樣怎樣怎樣 對不對 和聲會說什麼 皇上怎樣 鴻撫齊天 得庇四海 然後就大家就 萬名一統天下歸心 那Adam Smith說什麼 因為有Division of Labor 有分工 分工造成生產力的大幅提升 以及因為有Free Market 所以所有的資源都可以快速的 以最有效力的方式輪轉 那講到Division of Labor 他當然一開始 這是大概非常 所有的經濟學系的學生 這大概都沒有人完全讀完國富論 包括我 但是所有人一定都讀過第一章的第一頁了 因為第一章的第一頁就是說 他就說我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說如果是一個真的工廠 那他把製造一根針分成十幾個步驟 那如果說每一個人就是從頭到尾 那些步驟都是一個人做的話 一天只能夠生產十幾二十根針 可是如果把這些步驟拆開 每一個人只做其中一個步驟的話 一天可以生產 十個人可以生產四萬八千根 那這個就是分工嘛 就是說你還要跑來跑去 還要這個 你就對每一個工作都要很熟悉 那個都需要成本 那以前六人舉的例子是說 你們可能有這個經驗就是 比如說你們去補習班打工 那補習班就會需要把資料寄給學生對不對 那寄給學生你就要把那個單據折好 把那個廣告單折好 放到信封 信封黏起來貼郵票 然後貼地址 這個工作如果都是一個人同樣做 跟你有五個人分開做 那個效率差別就很大 OK 所以這是分工 從Adam Smith 所提到的 Smith 是基本上是所有的經濟學家 或是所有的非 所有的經濟學家的偶像 跟所有的非經濟學家的敵人 那對於所有的非經濟學家來講 如果這個社會出了什麼問題 那一定就是學者痛批 都是Adam Smith 的錯 為什麼 因為Adam Smith 說free market 就是每一個人都照著自己的私利 都不管別人 那這個市場就會運作得很好 哪有這回事 根本是騙人的 這個社會現在 你所有看到的不公不義 都是自由市場造成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做哪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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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制 要做哪些哪些哪些做法 這個社會就會變得更好 你大概可以看到這個所謂的 鄉民經濟學大概是這樣子argue 那作為這一個 Smith 的徒子徒孫 那我們當然要稍微替他做一下辯護這樣 那我每次上課都講 每一堂 每一次教經緣我都講 就是說你其實你來上我的課 對你來說有一點是好處 那同時空你的另外一邊就是壞處 那這個好壞各式 這個一體的兩面是什麼呢 就基本上你是上到 你是誤上賊船啊 好 那上到一個 芝加哥學派的堅定支持者的客人 所以從頭到尾我就會一直 持續不斷的想要說服你 想要欺騙你 想要灌輸你一個觀念是 市場是最好的 然後政府很爛這樣 你如果被我騙了 那我就很高興說我成功了這樣 那你如果沒有被我騙 那你至少這個在考試的時候 記得要假裝被我騙 這樣你的這個成績才會OK這樣 好 那但是 我雖然這樣講 但是我基本上想要告訴你的事情是說 其實有一群人 大概還滿堅定的相信 至當你要告訴我市場有問題的時候 然後政府要跳進來的時候 你至少要先應該告訴 有一個基本的概念是說 政府跳進來的後果是什麼 會不會比讓市場這樣亂搞要更好 好 如果更好那你才做嘛 萬一叫一個這個政府進來 結果他做的比市場爛爛的還更爛 那你就leave it as it is 對不對 好 那這背後其實 為什麼市場的 讓任憑自由市場運作的後果 會有一群人覺得應該不會太差 或者是很多時候甚至是最好的 整個社會有可能產生的最好的結果呢 那這基本上就是得要歸功 Adam Smith 好 跟他的國父論 那他這本書是他那一個時代的 的一兩百年以來所有的人 對於整個社會應該如何運作 提出看法 提出反駁 收集資料 相互辯證之後 Smith基本上是一個把他集大成的人 所以有人說Smith其實沒有什麼 太多自己的創建 有人這樣子批評他 但是to be fair 至少大家都可以同意 Smith的國父論就像一個大水池 在他之前所有的有關於整個社會 應該如何組織 如何運作 會有什麼後果的想法 每一條每一條支流 都流進了這個大水池 在他之後所有的想法 也都從這個大水池流出來 這是有人這樣子評論 這個Smith的這本國父論 OK 好 他在國父論裡面呢 他基本上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我們上次講的 他說Division of Labor 好 那他舉的這個 製真工廠當例子 好 那基本上就是告訴你說 當你把一個 你要製作一個東西 你是從頭到尾都一個人做呢 還是你把這個製程 拆成某一些特定的部分 然後分工下去處理 那分工的效率會超乎你的想像 好 那他舉的是製真的例子 但是我想這個例子應該腐蝕皆是啦 好 比如說婚姻 好 那婚姻基本上也是一個 可能可以造成分工的結果 好 你回去看看你的家裡面 看看你的爸爸媽媽媽 你大概很少看到有家庭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很公平的 夫妻各做一般 你大概很難看到這樣子 你看到大概都會覺得 都會知道就是說 這個家裡面這一個 什麼事情可能就是父親會處理 那什麼事情可能就是母親會處理 那時間一久 這個分工 那這個分工就形成 那這個分工的形成的來源 就一開始為什麼誰要選擇這個 有可能是因為天生能力的限制 有可能是因為文化的因素都有可能 OK 但是一旦開始分工之後 整個家裡 整個組織的效率就會提高 那一個公司裡面也不太可能 就是每一個人都做所有的事情 這個叫做什麼Jack of all trades 是不是 OK 好 這樣子的效率就會很低 那婚姻是這 婚姻是這個例子 那你想想 你想像這個教育 也是一樣是這個例子 OK 好 比如說我們以大學教育為例的話 大學教授 其實最早的大學教授或最早從事教育的人 他們基本上是怎樣 是所謂的 你好 講博雅也可以 就我們這棟 為什麼會一直按 就是我們這棟樓的名字 對不對 大學教授其實從以前到現在也是 所謂的從博雅到專精 一開始是 一開始的這個老師 其實是什麼東西都教的 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比如說亞里斯多德 你說政治學 法律學 倫理學 什麼什麼東東打開 第一章 第二章古希臘 亞里斯多德就跑出來了 好 那就說他好像什麼都毀人 好偉大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對亞里斯多德不是很熟悉 你應該認識這個人 Johnny 不認識 Johnny Kong 孔仲尼啊 OK Johnny這個人也很神奇 對不對 他就突然在馬 就是說我以前曾經當過官喔 大家可以來跟我學東西喔 然後就有一群這個 就這麼說一開始像江湖郎中嘛 就走在路上說誰要來給我看病 然後就有一群人就傻傻就跟著他 老的年輕的 對不對 小孩 路上的流氓 政府官員 都來了這樣 然後說我們開始上課啦 那上課教室在哪裡 不知道 課表是什麼 不太清楚 老師今天心情好 我就怎樣 帶著大家去洗澡 邊洗澡邊唱歌 然後最後還在家庭 還叫學生要寫下來說 喔唷 今天的這個叫什麼 家庭聯絡部還寫說 今天我們去戶外交遊 老師講的很多 我們學到很多的 第一堂課 公民課 Johnny進來了 第二堂課 音樂課 誰進來了 Johnny進來了 再來要交騎馬 Johnny也進來了 對不對 那從一個角度來講說 喔這個人怎麼這麼厲害 什麼都懂 但從反面的角度來講 你讓他交騎馬 你不會覺得很擔心嗎 雖然他會跟你講說 喔我常常在逃命 所以我很會騎馬這樣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每一個人 如果他要在 公司也是一樣 創業 初期 閉路 藍旅 當然就是好長 嚇共堅嘛 是不是 可是一旦這個組織要開始發展 要開始更有效率的去分配內部的資源 然後去生產的話 他一定得要走哪一條路 專精 那專精就是什麼 Division of Labor 好 有人負責發展數學工具 有人負責看這個 分析這個政策的成本效益 有人負責研究怎麼樣讓這一個火箭上太空 所以 當你一開 當你開始可以做Division of Labor的時候 知識的發展 當大學開始朝這個方向去organize的時候 或研究機構 開始朝著分工的方向去organize的時候 知識的發展 就以指數的形式加以這個爆炸 OK 好 那比如說像我認識一個醫生 他就跟我講說 現在這個小兒科 還是是那一科一年發表的文章 一個醫生如果每天唸 唸24個小時 一輩子都唸不完 那這個是 其實我想就是說 這個是大概目前所有的從事研究工作的人 大概都會碰到的困境 就是你基本上可能連你這一個專精的領域 你都已經幾乎沒有辦法handle 那Division of Labor有的時候也會碰到瓶頸 好 不是說完全沒有 有的時候會碰到瓶頸 所以如果你是學管理的 你可能就會聽說有前一陣子就有人開始講說 我們要把組織稍微這個扁平化一點 好 那每一個組織跟組織之間或組織裡面 都可以處理各種所有的事情 好 那在我看來 這其實也是一種trade-off 那就有一點好像是說 我們想要知道 這整個底下 地底下到底有什麼東西 那一開始就是有一個人 這裡挖一挖 那裡挖一挖 那裡挖一挖 好 都各自挖一點點 那後來開始分工之後就是什麼 來 你挖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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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 可是每一個人因為很專精的在挖 所以他可能挖得很 雖然很深 但是有可能怎樣 很細 所以這一邊基本上是怎樣 看不到 所以如果你去看這個整個知識的潮流的 這個生產的潮流的眼鏡 然後你大概會發現就是說 大概循環就是有一陣子 先是所有人都開始拼命的在自己的領域往下挖 挖到一定程度大家發現 這裡這麼深入 這裡這麼深入 可是隔壁在幹嘛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開始整個社會或整個知識社群 會有需求做什麼事 打通嘛 是不是 打通嘛 對不對 好 可是當大家都在打通的時候 這邊大家都差不多又 都打通了差不多 大家這裡都知道的時候 又會有需求是怎樣 繼續往下再挖 對不對 好 那根據我自己的觀察 大概20世紀末 大概到1990年或到2000年 大概都是這個專業一直在往下挖的時代 但是我覺得至少在最近5年10年 我們基本上是非常需要這個所謂的 interdiscipline的人場 所以前幾年如果 這幾年如果有學生跟我講說 通識課要修什麼 我都會說去修普悟 或是去修普悟 好 那學生就覺得老師你在幹嘛 你是不是瘋了 因為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認為 你如果要在這個社會上 要佔得一席之地的話 就是你怎麼position你自己很重要 好 那你怎麼position你自己 其實是你要看這個目前的大事是在哪裡 那哪一個地方是最缺人去做 那現在照我看來 基本上是最缺這個跨領域的人才 但是你要跨領域 你基本上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要在你至少在某一個領域 你有非常好的專業 然後你對於處理其他領域的東西 你有基本的了解 你才能夠跳過去嘛 好 那我舉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我做的東西大概 如果你隨便跟 你把我的CV拿給隨便一個人看 沒有一個人 隨便一個經濟學家看 他可能會覺得這哪是經濟學的 我做B型肝炎 我做這個性比例失衡 我還跟台大醫院的醫生合作這樣 OK 那本來有一陣子 還要去醫學院讓實驗 可是後來因為某些因素就沒做 那對於你們來說 其實如果這個Division of Labor的這個概念 把它應用到知識的發展 怎麼樣對你們理解你們未來的處境 產生一些影響的話 那我想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你大概要去想就是說 跨界是怎麼回事 那這一期的經濟學人 有一篇還滿有趣的文章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一個 美國這幾年非常紅的一個影集叫做 Breaking Bad 有沒有看過 台灣翻成絕命讀師 沒有 那這是一個影集 那他基本上就是說 有一個高中化學老師 然後發現自己得癌症快死了 然後他老婆又懷孕要生一個 他的老大是殘肺 然後他的老二又快要出生了 然後他得cancer快死掉了 然後後來他就 somehow 跟他一個高中學生就 有一個機會就跟他的高中學生聯手 就說 欸 那我們來製讀好的人 所以就開始利用他所 這個大學所學的這個math 這個實驗室的技巧 然後去製冰讀math 然後後來就 反正就是越來越有錢 然後他還從一個本來是一個非常老實的老師 就越變越壞 越變越壞的 然後可是他的empire也越來越大了 然後經濟學人就說 欸 這一部影集好像上個 應該是這個禮拜要最後一 Season Finale 要 Serious Finale要結束了 然後經濟學人就說呢 其實啊 你只要花300塊 買這一部影集的這個所有的DVD 勝過你一年交3萬塊美金去上哈佛商學院的課程 這樣子 那他就說他歸納這個 這一個絕命讀師他成功的秘訣 大概有幾個啦 那第一個他馬上講到就是說 其實就是他跨界的 你看他本來是一個高中化學老師 然後就跨入了毒品這個商 毒品這一行 那有一些B-School的老師研究的成果 好像也發現說 其實最成功的企業 一開始創業的時候 都是跨界的人跑過來的 那因為只有他們會看到 本來就已經在這一個洞裡面 太久的人看不到的東西 好 這是第一 這是第一個 跨界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一個CEO必須要有ambition 所以在那個劇裡面呢 這一個男主角 他的名字叫Walter White 你看他取得非常的諷刺對不對 像水一樣的純潔潔白的 高中化學老師賣毒品 那Walter White就是說 I'm not in the drug business I'm not in the math business I'm in the empire business 所以他就覺得說我要幹 我就要怎樣幹到最大 OK 好 所以這是Division of Labor 好 那所以對於這一個 Adam Smith來講呢 他認為分工是提升效率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方式 但是呢 如果對於 你如果看一個現代廠商 我們回到分工 就是他之前舉的那個製針的例子 那如果你看一個現代廠商的話 其實他一天做個48,000根針是不夠的 他要做幾根針才夠 才能夠打至少打平他的成分 要做1500萬根 一年才能夠stay in the business 那你要做出這麼東西 這麼多東西 才能夠把Division of Labor的好處顯現出來 那什麼東西就很重要 這1500萬根針要賣到哪裡就很重要嘛 對不對 有沒有地方可以去就很重要嘛 所以市場也是需要 好 好 那這個是Adam Smith的第一個概念 Adam Smith的國父論裡面的第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重點他要討論的就是所謂的市場 好 那 那Adam Smith其實在討論這個部分的時候 他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他要問的問題就是 這個社會到底要怎麼樣來組織自己 分配資源會比較好啊 那傳統上呢 傳統的方式在到他之前 大概是有人把他分類 有一個也是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一個英國的經濟學員他叫John Hicks 他就把他分類說 其實 其實這個分配資源的人類有史以來曾經生產過的 產生出的分配資源的方式大概不外這幾種 第一種就是traditional 不過你當基本上就傳統決定嘛 傳統說就是最年長的人先吃 然後就最年長的人先吃 那你當然可以問說這個傳統是怎麼來的 撇開這個東西不談的話 反正就是有一個規矩在那邊 女人就是不能開車對不對 那有這一個規矩在那裡 大家就照這個traditional 沒人去質疑 那質疑的人就會被幹掉 OK 這是traditional 那第二種就是所謂的comment comment就是命令型的經濟 那命令型的經濟當然顧名思義就是 得要有一個人發號施令嘛 那這個人可能是皇上 可能是這個國王 或也有可能是部落的領袖 他就說 所有的東西90%都拿到我的後宮去 你有沒有10%就發給這個可憐的人 那再來才慢慢 其實在同時 這些東西不 這些東西其實 這幾個制度其實都不是就是說 只有他沒有其他兩個 或者是這個先來 這個後來不是 那大部分的時候在同一個社會裡面 可能都是有這個 這三種東西混合存在的 比如說你想像一個中古的這個莊園的世界 那很可能是這個領主 他有他的comment 他可能有一些分配資源的能力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這一個中古莊園世界 如果說他們是有這個信教的傳統 那教會怎麼分配資源 那可能就也有一個traditional的 分配資源的方式在這裡 可是呢大家也常常這個農民啊 或者是這個城裡面的這一個工匠啊 也會自己拿一些東西出來賣 所以也有所謂的market 有所謂的市場的層面在 所以這三個東西不是互次 也不是說誰先誰後 而是一個程度的問題 那對於Anon Smith來講 他就整本國富論 他最後要說的就是 在這些各種不同的這個 組織自己的方式的制度底下呢 自由市場free market 應該會是一個最好 對所有的人福利最好的方式 然後他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他認為自由市場基本上就是 背後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支持 那每一個個人呢 通常是best left left for their own 就是讓留著他們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Without the heavy hand of government guiding their action 而不是由政府 或者是其他人來告訴你 你應該怎麼做 你應該去生產蘋果 你應該去打仗 你現在應該吃肉 不應該吃蔬菜 Anon Smith認為 與其讓政府部門來主導 不如讓個人有他自己的選擇 然後去做決定 那為什麼 那Smith認為呢 他就說 It is vain for one to expect the help from other's benevolence only 他就說如果你每一個人啊 你只想要的就是別人 因為他有善心 而來幫助我的話 那你最後就會徒勞無功嘛 是不是 好 所以最好的方式 其實是你讓他來 其他人來幫助你 這件事情 不是來自於其他人的善心 而是來自於其他人覺得 我幫助你 對我是有好處的 Smith認為這兩個動機比較起來 因為善心的幫助跟因為我幫助你 對我也有好處的這個動機 這兩個動機比較起來 後者的動機比前者的動機強烈很多 那你就想像就是 Smith的故事當然就是說 他書裡面的文章 他寫的是說 這個屠夫啊 麵包師傅啊 不是因為他們的善心才殺豬做麵包給我們吃 而是因為他們知道 他們殺豬做麵包之後怎樣 我們願意掏錢出來買 那對他也會對他的生活有所改善 那你如果follow這條線下去想的話 其實所有的人提供勞務 大概也都是朝這一個層面居多了 所以我這邊想什麼屠夫啊 什麼豆花 不過這個歷史好像有點老 現在好像應該是雞排妹是不是 或者是老師其實也一樣 那我當然我很愛經濟學這樣 所以如果有人願意聽我講經濟學 我會很高興 我就會免費來 我會願意免費來講 但是一兩次之後 我可能就會覺得 好累喔 如果一個小時可以付我3000塊 不知道有多好 OK 所以對我來說做這件事情 對我帶來好處的這個動機 比起對我來說做這件事情 哇 這個讓這些 這個對知識非常飢渴的學生 對他們幫助很大這樣 這兩件事情比起來 第一個動機會讓我撐得比較久 那我不否認 我想第一個是我不否認 我也有第二個動機啦 但是你如果要問我說這兩個動機 誰可以讓我撐得比較久 那我一定回答第一個這樣 那你告訴我說沒有沒有老師 我是第二個 那我會非常尊敬你 但是我會心裡非常懷疑 看你能撐多久這樣 好 所以這個是Smith講的Invisible Hand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他認為可以work well呢 好 那最後還有他就說 大家都都是自己想要為自己的私利好 然後大家要努力去做事情 可是到最後怎樣 對整個社會反而是有好處 那這個自由市場其實有兩個很重 就是就是有兩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你可能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怎麼可能每一個人都自利 那到最後反而對整個社會好 每一個人都自利不就是最後整個社會就毀了嗎 就是非常的冷血沒人性嘛 OK 那Smith說自利其實只是free market的第一個面向 就每一個人都照了自己的好處去做事情 OK 可是大家都忘記了 會讓free market最後導致一個還算OK的結果 甚至可以說是最好 所有可能的制度底下最好的結果 其實是來自於free market的第二件事情 第二個重點就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是self-interest嘛 就每一個人都自利嘛對不對 但是第二個更重要的重點其實是競爭 competition 每一個人都自利 消費者每一個都自利 那同樣的道理誰也都是自利的 兼商嘛 是不是 我們既然都已經叫他兼商 他既然那麼兼 那他一定是自利的嘛 好 那這個社會如果只有一個兼商 那消費者可能就頭大了對不對 可是這個社會如果有很多兼商呢 兼商如果除了兼消費者 他也兼誰 蛤 也兼其他的商嘛 是不是 不是嗎 好 所以 這個competition所帶來的好處 其實是來自於 兼商之間相互的勾心漏腳 兼商之間相互的競爭 你賣5塊錢 我賣4.9 所有客人都被我拉過來 你賣4.9 那我就賣4.8 所有的客人都被我拉過來 那透過兼商跟兼商之間 相互的互相卡來卡去 消費者就得到好處 所以除了智力之外 競爭這件事情 其實才是free market 最後為什麼會work well的重點 那這個東西 Adam Smith其實 1776年講到現在200多年 一直要到1960年 才有兩個非常非常聰明的經濟學家 一個叫Ken Aero 這個人還活著 應該九十幾歲 聽說還都會在 Stanford騎腳踏車 那另外一個叫 Gerard Ebrou 那他們就說 我們用數學來證明看看好了 所以他們就把Smith講的這些話 就是用數學的語言 把它一個一個寫下來 那最後就證明呢 有兩個 所謂的 Warefare Theorem 有兩個所謂的福利定理 第一個福利定理就是 就是完全競爭就會導致 Paretal Optimal 社會的罪事 那這Paretal Optimal的定義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在 不讓另外一個人變差的情況之下 讓 不讓一個人變差的情況之下 讓另外一個人變好 好 那第二個福利定理其實比較難詮釋 但是大意是說 任何一個Paretal Optimal 都有一個價格系統可以支撐的 所以一直到這個時 一直到1960年 這個 Smith的Invisible Hand的 整個直覺的說明跟數學的說明 你才真正的完備了 OK 好 那待會兒我們會稍微的提到 提到一點點就是說 那什麼時候Invisible Hand會 會中風 會殘廢這樣 會亂打人 不是不可能 OK 好 不是不可能 但是我還是要一直在強調 因為Invisible Hand有可能中風 你就拉了一隻Visible Hand進來 那隻Visible Hand可能產生的壞處 可能更大 OK OK 那 所以 好 我最後下了這個還蠻 尖酸刻薄的評論 就是說如果從Smith的角度來看 市場如果work out這麼well 就是已經不可能有市場 已經不可能有其他制度 會比市場自由運作的結果更好了的話 如果這件事情是正確的 這個 如果這個推論是正確的話 那麼你一個立志救國救民的人 跳出來告訴大家說應該要怎麼做 他頂多也只能怎樣 做到跟市場一樣好嘛 但是更有可能的是會讓最後的結果 比起原來的結果差更多的人 那我們從這個很多經濟學的研究 大概都會發現就是說 其實大概只會讓社會更糟 因為立志救國救民的人 大概argument通常都只會說 這個東西是什麼大是大非符合公平正義 所以要這樣做這樣 那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你們 前天剛有一個新聞說蘭宇什麼 要找代科老師 那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數學代科 要兩個數學代科老師來一個 搞半天才終於來了一個 然後那個人來報到的隔天 那個代科自然科老師就跑了 然後記者就去問啊 然後他們就說 這個蘭宇這個 因為偏鄉的教育資源本來就比較少 那你說這個社會應該要多放一點資源在那邊 這我完全同意啦 那但是 因為告訴大家說這個 你應該要告訴這些老師說 你應該要 懷抱著一顆感恩的心到蘭宇來 所以聽說去蘭宇教書是沒有離島家籍的 而且前一陣子因為找不到老師 所以這個 我不知道是縣政府的規定 還是哪裡的規定 你就說這樣子流動對小孩不好 老師流動對小孩不好 所以從今年開始 如果你要來蘭宇做正式的老師的話 你至少要待滿四年才能夠輪掉 這聽起來都很合理嘛對不對 都很合理嘛 這些老師本來 老師本來就是一個神聖的職業啊 應該要替學生著想啊 要以教學為重心啊 結果是什麼 一個人都沒有去 大家光想到就是說要在那邊帶四年 沒有一個人要去 而且還沒有離島家籍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很多政策 其實就是很多人都覺得說 這樣做不對 怎麼樣做才是好的 然後就說 所以就去指揮別人說 你應該要這樣 你應該要放棄這個放棄那個 去達到一個這個社會更好的目的 那結果就是這些東西都沒有人做 那這個是每一個每一個小政策 那你說會不會讓整個世界變得更糟糕呢 答案也是肯定 我這邊剛好昨天在看一本書 然後就 這本也還滿好玩的 就是一本叫所謂 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買來翻一翻 裡面介紹Adam Smith 還有李家圖 還有馬克思 那最後他提到這個凱因斯這一段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凱因斯其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是代表 是代表這個英國去參加這個 合約的 凡爾賽合約的簽訂 然後他就發現在裡面呢 以他 他從他的話他就直接說 他就說這個克里蒙說 這代法國的總理 其實只要摧毀敵人的經濟 那敵人指的就是德國 然後這個Roy George 英國的首相 他根本不想管這個事情 他只是想要就說 我簽一個合約 可以回去跟大家交代 然後呢 美國總統Williamson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學者 他要的是正義跟公理 所以他從頭到尾都在講他了什麼 什麼國際 什麼聯盟是不是 對啊 啊結果 結果呢 聯盟有沒有組成 有 但是沒有用嘛 然後回國還又中風 沒多久就掛了 對不對 好 但是這個合約到最後簽出來的結果是 我們在總體那邊會講 那簽出來的結果就是 你把德國人搞到死 那德國人就跟你拼命 所以凱恩斯就寫了 開完會之後他就很生氣 他就說 特別是Williamson 他就說Williamson 他用個字 我看看 他就像Odysius 是希臘神話那個 希臘這個史詩裡面的那個旅行家 坐下來的時候看來聰明點 意思就是他站起來開始講話 就開始是腦包一個人 那從結果來看好像真的是這樣 那這一個條約 其實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 就是直接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直接的原因 因為就是因為這個條約 所以德國到最後就說 你要跟我要錢 那我就印鈔票給你 那德國印鈔票就怎樣 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最後就惡性通貨膨脹 那惡性通貨膨脹誰就生氣 希特爾就生氣 因為他的啤酒從一杯十塊馬克 漲到二十萬馬克 然後他就覺得這個社會一定出什麼問題 然後他就一路就這樣子上 那整個德國社會其實也 為什麼整個德國社會會贊同希特爾 就是這個hyperinflation對整個德國社會 對他們自己 對歐洲其他國家的看法 就產生一個非常基本的改變 那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從哪裡來 從法爾賽合約一開始簽說 你要賠錢 而且要賠這麼多錢 開始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個我的一個argument 但是當然你當然可以不同意 你當然還是可以覺得說 這個是你從小學一年級的作文就開始寫 你要勵志救果救命 不可能因為領導師一席化就改變 那我只是只能忠心的希望 你不要害到我就好了這樣 好 所以對於Schmidt來講 就是說這個雖然每一個人是自私的 可是透過這個invisible hand 跟競爭跟這個奸商之間相互的 這個桿格相互的這樣子勾心鬥角 到最後反而是可以promote general well-being 那我這邊有很多很多例子 比如說這個例子也滿有趣 就是越南的卡車 就是說越南在這一個共產政權結束 然後蘇聯撤回蘇聯之後 這應該是1990年代初期 那他們就發現就是公家機關 所有的卡車在半年之內 全部都不能動 那有當過兵的就知道 這個妥善率 對於軍中裝備的妥善率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很多卡車其實停在那裡 都是不能動的 因為就沒有零件 那也沒人想去修 而且沒有卡車 大家也不用粗糙很好的 那越南政府就發現不行 因為所有卡車都不能動 那經過半年之後 他們就說啊算了 反正既然這些卡車 看起來都快壞了 他們就下了一道命令 就是說從明天開始 這些所有的卡車 就送給那個卡車司機 本來在公布門裡 裡面開卡車的那些人 就給他們了啦 反正因為也不能用放賊的佔地方 然後第二天一大早 長官醒來發現什麼 所有卡車都不見了 開走了 然後開始在路上開始接客做生意 這樣幫你載這個幫你載那裡 這些卡車司機基本上沒有動機 去幫政府修卡車嘛 我有沒有幫他修 我還是薪水照領不是嗎 但是我如果沒有把我的卡車修好 我就不能出去賺錢 那這是一個這個 還滿dramatic的 這種例子其實你在這個共產社會 共產黨崩潰 然後這個開始轉成資本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的那一段時間 其實你到處在中國 在越南去看 到處都是 那第二個例子是 課本也有舉一個例子 就是芝加哥的Bus Driver 那Bus Driver 你們有沒有發現就是說 等公車的時候 常常有一個困擾是什麼 公車常常 要不就兩班一起來 要不就一班等好久 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小時候我也是覺得說 這些公車司機怎麼這麼怪 他難道不知道他前面就有一台嗎 那就把所有人都載走 那他跟著他 跟著他屁股後面是要幹嘛的 但是你一旦學經濟學之後 你就知道 這個就是公車司機的什麼 誘因嘛 對不對 好 你今天發車 你的最好 最大誘因是什麼 就開快一點趕快跟上前面那一台 所以上我車的人就會比較少 那我這個shift我就可以趕快結束 那上我車的人比較少 然後對我有沒有差 沒有嘛 有什麼差別 好 那芝加哥其實也面臨這樣的情況 那後來就有 我猜應該是資大老師去跟市政府建議 他就說很簡單啊 你就是從現在開始改成 Bus Driver的薪水跟他這一趟 載到多少克了有關 然後你就發現 欸 這些時機就都很清楚了 我要算 要等 那什麼時候要等多久 這個早上的時候就可以不用等那麼久 因為是巔峰時間 人很快就會聚集 然後所有的問題就解決了 好 那這故事其實就寫在 應該是課本第九頁還是第十頁 好 你們可以去看一看 好 那再來當然就是道德重不重要 好 那 這話不是我講的啦 這是這個Austin Gooseby講的 好 那我上次已經講過 他說他認為道德不會改變人的行為 價格才會啦 那如果你覺得這一段話太強了 你吞不下來 怎麼可能 說老師 這樣你的這個 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會瓦解的話 那我有一個minor一點的virgin 好 我把它減量 就是說道德改變行為的幅度 相對於誘因改變的影響小很多 那你如果覺得這個你還不能接受 那我就沒辦法了 那不過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啦 那來支撐我的這個說法這樣 我們不要講這個好 這個到時候我發我的 這是我在天校雜誌寫的一個 專欄裡面的一篇文章 我再發給各位看好了 那我現在講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在MIT有一個 就是最近還蠻厲害的 蠻有名的做發展經濟學的老師 叫Ether Dufloch 他是 他是一個 就是女性的發展經濟學家 那經濟學其實是 就我們其實是最不管 這個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說因為你這個狀況不好 我們就要保護你這樣 我們是最不管這種事情 但是在我看來 正是因為我們用這種非常殘酷的 自由市場的競爭 其實我認為真正厲害的女生 在經濟學裡面要出頭的速度 快到讓你無法想像 那這幾年其實克拉克講 就是40歲以下的年輕學者 然後被美國經濟學院認為是 40歲以下最優秀的人 這幾年其實女生的比例超過男生 但是我們從來不講就是說 女生被欺負啊 女生被壓抑啊 所以我們要保護他 我們從來不講這個 但是至少就經濟學這個領域來說 女生竄起的速度其實是蠻快的 我把這個故事講完 我們再休息一下 那他就去非洲做一個研究 因為非洲艾滋病非常盛行 然後呢他就去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怎麼樣才能夠讓艾滋病 就是傳播不要那麼快 那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其實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不安全的性行為嘛 對不對 好 但是非洲這個case 還有一個小小的tricky的地方是 就是如果你去看年輕女性的話 她們其實在14、15歲 得艾滋病的比例是很低的 可到19、20突然就提高很多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問的就是說 那這中間要怎麼 就在15到20歲這一段 你要怎麼去處理嘛 那她們去研究 她們發現其實很多女生 都是因為窮 那所以碰到有這個中年大叔 去做園嬌這樣子 然後在英文裡面這個term 叫做sugar daddy 蜜糖老爹 聽起來就很猥瑣嘛 好 那這些人其實都有艾滋病 所以就傳染給這些年輕人 OK 好 所以第一步就是說你要怎樣 要斷掉這一條線嘛 對不對 好 好 那在這個世界銀行跟Duflo 她們進去的同時呢 教廷也對這件事情發表評論 那教廷的評論說什麼 說這個要防止艾滋病 其實很簡單 我們只要婚前守真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有新新聞 就不會有這個事情 所以教廷基本上要推這個政策 好 Duflo自己是法國人 而且還是一個天主教徒 不是不是 他的國家是天主教徒多 但是他是不是我不知道 然後他就說 那很簡單 那作為一個經濟學校 我們就來問 那這幾個政策 所謂的宣導道德的政策 跟其他的政策 到底是哪比較有一個 然後他就跑到非洲 應該某一個國家 就把所有的高中女生集合起來 隨機分成三群 第一群就什麼都不做 第二群就一直找人去告訴他們 守真的重要性 那第三群就是沒有說守真的重要性 但是告訴他們說Sugar Daddy很危險 那如果你這次想要發生性行為的話 可能跟你的同年齡的同學會比較好 因為他們比較乾淨 那經過兩年三年五年之後 一直告訴他們要守真的那一群女生 跟未婚懷孕跟得艾滋病的機率 跟什麼事情都沒有做的那一群比起來 一點變化都沒有 然後告訴他們 就只告訴他們一些正確的資訊 就是大叔是很危險的 同學比較不危險的 下降三分之一 這不就是我剛剛講的嗎 你大概可以知道就是說 一定會有聽眾覺得非常的不滿意 覺得我太promote這個人的自私自利 都沒有替這個公益正理來著想 然後就有人在這一個教學評鑑發難 他就說這個史密斯也寫道德情操論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但是 然後所以他就說他也很強調道德的重要 你不要老是說看不見的手去多讀一點書 這樣子 所以就叫我要多讀一點書這樣 那我大概一看就非常惶恐 因為我基本上的確不太讀書這樣 你說 道德情操論 這個國富論其實說實在我都沒有看完 那可是你光從這個書的名字 他既然是Theory 他就是一個理論嘛 所以他是想要 這本書的重點是想要提供一個理論 來解釋人為什麼會有道德情操 OK 好 那他其實這本整本書到最後 這本書是到最後他說 就是說其實道德情操 人之所以會產生道德情操 其實是因為人對其他人所碰到的處境 有感受 有憐憫之心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人可以設身處地地替他人著想 可以去問自己人最重要的能力 其實就是一個假設的能力 假設我是他 我會怎麼做 假設我是他 我會感受到什麼痛苦的 那Schmidt這本書其實基本上就是在說 因為有這樣子的 人因為有這樣子的能力 所以最後會發展出所謂的Moral sentiment 我們會對別人的苦痛 有感同身受的感覺 那接著下來 當然如果這是演化告訴我們的 這一個人的天生的能力的話 那他當然也會在資源分配的過程當中 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嘛 是不是 因為就已經被program在我們的Gene裡面 我們看到別人痛苦 我們就跟著痛苦 然後我們就好捐錢 好 可是反過來說 他就說這其實也是free market嘛 是不是 就是我想要拿錢出來買到一個 我的這個良心的安 那這就是我拿錢出來 那沒有人指著我 拿槍指著我的頭說 把你的薪水交一半出來 好 我們要捐給誰 OK 那我就那個時候還抄了一大段 不過我們不想你回去自己看就好了 那這一段看起來像是 國富論裡面在寫的東西 那其實就是在強調這個看不見的手怎樣 可是其實這一段是在道德情操論裡面 我抄了兩段 好 不過這兩段的內容 其實大概就是我剛剛講的部分 所以他其實是在問道德為什麼會產生 而且書裡面還是提到invisible hand 所以這兩本書其實沒有那麼不相容 那我要強調的是說 是說 我們應該沒有去說人類沒有道德心 沒有羞恥心 沒有對別人的這個同情心 我沒有在講這個 我們在講的是說 這一件事情跟自立心比起來 哪一個東西作為一個incentive 會比較容易改變人的行為 好 那這個是第六個 那第七個呢 principle number seven government can sometimes improve market outcome 政府有的時候也可以讓市場的 這個自由市場運作的結果呢 有所改善這樣 那這當然是跟第六個是相對應的嘛 第六個說市場通常是不錯 通常很好 那通常很常就代表有的時候不好 那有的時候不好 所以怎麼樣 政府進來 好 那一般來說 大概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 就是說政府必須要provide一些 基本的公共財 像這個國防啊 或者是這一個什麼公園啊 消防隊啊 警察啊 這有公共財性質的 然後他可能得要導正外部性 有人亂抽菸 你又要罰他不要抽菸 好 那你要這個保護財產權 不然的話這個incentive會不對 就人的 如果這個社會不保護財產權的話 那你告訴大家的incentive 就是說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你第一 你好好的去生產你自己的東西 第二個是怎樣 你好好的去找誰生產最多東西這樣子 然後把他搶過來 好 所以會有一些這個 非常基本的這個想法 那我們在後面也大概會提到 就是說我把他 如果市場的運作 somehow沒有辦法達到 我們之前想要的那個理想的狀態 我們就是說 欸 這個時候產生了所謂的 Market Failure 市場失靈 好 那市場如果一旦失靈呢 就代表他沒有辦法很有效 就是我們之前在講的這個invisible hand 可以讓整個社會最有效率的去分配資源 這件事情達不到了 那這個時候呢 政府或許就可以進來做一些事情 那什麼樣 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政府可以進來 會進來可能有好處呢 就包括這個有外部性 那有這個公共財或者是市場的力量 somehow 讓競爭沒有辦法發揮作用 那我們最常講的就是說 今天競爭要 我剛剛講說 競爭要發揮作用 就是奸商要卡奸商嘛 是不是 好 那今天如果很不幸的 那個 奸商只有一個了 怎麼辦 那你就慘了嘛 是不是 好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獨佔 好 那獨佔 奸商只有一個獨佔的情況 就是是廠商有所謂的Market Power 那麼這個時候呢 Competition 就可能沒辦法work out good work out well 那或許政府就得要進來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或許需要一些公共政策 好 那但是我通常講完這兩個的時候 我這兩 Manku 講了這兩句話 就六跟七的時候 我大概都會說啊 這個林老師不是很喜歡的 要是我來寫的話 我會寫 我會把它寫成六就是這個 那個Market is the best way to allocate resources 七我會把它寫成 Government cannot improve market outcome 我會把它寫成這樣子 好 那這當然 你當然會覺得可能有點太極端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當你要把政府拉 當你發現這一個市場有問題 你要把政府拉進來的時候 發現市場有問題只是要把政府拉進來的第一步 第二步你要問政府的政策 把政府拉進來政府的政策 有沒有辦法讓現在的看起來不太好的狀況 可以有所改善 如果沒有反而更糟 那就還是算了 我們就還是禁懈不敏 好 那這個有一句這個 非常傳神的閩南語的諺語 叫做請貴請貴 懂得這樣 你always都得要很小心的去問說 這個政府 你要去找的那個醫生 開處方的醫生 到底是一個好醫生 還是一個鬼啊 是不是 好 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政府 跳下來幫助我們的時候 可能會有問題 其實一個很直覺的 很簡單的解釋是 政府也是由人組成的嘛 那政府裡面的人就兩種人嘛 一種叫做公務員嘛 那公務員是幹嘛 就是在那邊好好辦公啦 那另外一種是他們上面的政客嘛 那政客要想的是什麼 就是人民的福祉嘛 所以你就知道我要講什麼了對不對 那一旦如果政客跟公務員的誘因結構 是我剛剛講的那兩個誘因結構 那他們的誘因結構 跟我們死老百姓的誘因結構就怎樣 相容 他要的就是我們要的 萬一不是呢 那就是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 就是誘因結構不相容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頭很大了 對不對 好 那你可以 其實台大學生 我講這一段的時候 是說台大學生其實是有 可能比其他學校的學生 更多的立基去了解 到底哪一個才是真的啦 因為你們的家庭背景 大概大部分都是 父母親至少都有一個 要不就是公務員 要不就是老師 要不就是國營契約員工這樣 好 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那這個是洛老師已經都把他算出來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否認 那你回去問問看 或者是你看看你的生活狀況 你大概就知道 這個誘因結構相容的成分比較多 還是不相容的成分比較多 好 那所以這是567 那8、9、10呢 基本上是總體的範圍 那他要講的就是說 整個經濟體系 你如果把他整個抓起來看的話 整個經濟體系是如何運作 那因為這是總體的範圍 所以我想我就很快的 把8、9、10講過去 那8指的是什麼 就是說一個經濟體系 他的standard of living 他的生活水準 其實是很大一份 很大一個程度是depends on 他到底可以在一段時間之內 在給定的那一段時間 比如說一年之內生產出多少的產品跟服務 這個概念其實把他量化 就是所謂的國民所得的概念 或是國民生產毛額的概念 所以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就跟他的國民生產毛額 他的國民生產毛額是有關係的 因為國民生產毛額基本上反映了 這個國家的生產力 那你當然有人第一個反映一定會說 國民生產毛額是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好的這個指標了 因為污染也沒有算進去 然後這個我們其實應該要更關心 我們是不是快樂 所以應該要一個國民快樂指標這樣 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辦法找到另外一個 比GDP更好 更快速的來衡量一個國家發展狀況的指標 OK 這整個話他聽起來好像平和正值許多 以後就用這句話 OK 好 所以是第八個 那第九個呢 這個也是就是通貨膨脹怎麼來的 價格為什麼會提高啊 就是因為政府印了太多錢 我們這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老欲皆解 你就反正每天印鈔票 那結果就是鈔票就變薄了 同樣一個價格 同樣一塊錢可以買到的東西就變少 那政府印鈔票印得越快 通貨膨脹就越快 好 那最後一個是 這整個政府 整個社會呢 基本上是可能會面臨一個 短期的trade off short run 短期喔 不是常 注意喔 不是長期喔 是短期喔 可能在這兩年三年之內 這個trade off 這個取捨是在哪兩個方面呢 inflation跟non-employment 通貨膨脹跟失業率 高通貨膨脹就可以有低失業率 高失業率就有低通貨膨脹 所以現在如果通貨膨脹高 失業率低 那你就會有一個政策 對不對 那現在如果通貨膨脹低 可是失業率高 那這個是大概目前的狀況 是這樣子 所以就比較能夠justify 中央銀行在短期使用一個 寬鬆一點的貨幣政策 那就是現在大家耳熟能講的什麼 QE嘛 對不對 好 那所以這個是第十個 OK 那conclusion是什麼呢 conclusion就是說我們認為 經濟學基本上可以offer many insights about the behavior of people, markets, and economies 好 那 但是經濟學家 套句 洛明慶常講的話就是說 我們小小的腦袋裝不下太多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是只有幾個很基本的idea incentive market price equilibrium 好幾個簡單的idea 然後把他拿來用在就是幾個idea 就吃到飽 然後用在所有的這個狀況底下這樣子 那我們覺得好像解釋的都還不錯 那這個在第六 這以前的課本他會有就是說 如果課本裡面有寫到的東西 是跟這十個principle有關 他會在旁邊打一個信號 那現在課本好像沒有 可能沒有了嘛 所以這個要把他砍掉了 對不起 好 那現實面來說 學經濟學有什麼好處呢 那這個是2009年的這個資料 你會發現就是 如果你大學major是經濟學的話 其實你的所得是差不多八萬九千塊美金 這在美國啦 那跟其他的比起來高很多嘛 你看這裡這個數學也才只有七萬 然後Computer Science 才只有七萬五 這原因我想應該是會寫程式的人很多啦 然後你如果念外文就是六萬三 歷史六萬九 好 法律比較高啦 法律就十萬 那薪資基本上是怎麼決定 薪資基本上就是市場的供給跟需求來決定的嘛 這個市場如果對你這種skill需求的越多 你就有可能被拉高嘛 可是另外一方面 這個市場如果跟你一樣的人很多 那你的薪水要高也很困難 這是一個basic的market force 所以這個後面 最後面是版權的部份 好 那我們終於把第一章講完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還花滿多時間在最前面的部份 因為第一個是這個概念其實在後面都會用到 那第二個是我覺得就是說一開始 就是你如果上我一整年的經緣的話 那我期中考之前我就是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把那些簡單的數學的東西 就丟給你們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慢慢培養經濟直覺的 那什麼叫經濟直覺 之前有同學就是說 最後修完我的課他就會說 老師這樣其實修完你的課很麻煩 就是他現在就只要有現實世界發生什麼事 他都疑神疑鬼 就是說這個人的incentive是什麼這樣子 那這個demand跟supplies是什麼這樣子 他覺得好累的 那我就說你如果累就代表那個 那個內力還沒有深厚這樣子 你如果覺得說一看就 喔喔 incentive 是這樣 所以market force 是這樣 所以equilibrium最後會變怎樣 然後你這樣子就非常的一氣呵成 那這樣你的直覺就OK了 好 那好 我覺得對你是有好處 因為你就不會被騙了 因為這個社會其實充滿了太多想要騙你們的人 然後包括我 我也是想要把這個東西騙你們 然後塞到你們的腦袋裡面去